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转眼又到周六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6章 那创世纪第26章呢 它主要讲了以撒家庭当中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讲到了以撒一家又在像他父亲那样 去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 也就是菲利士人所占据的地方 然后呢在那里所发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还有呢就是以撒挖井的状况 也交代了以嫂 以撒的大儿子在40岁的时候娶妻的状况 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晰 然后呢简略 总共呢有35节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 圣经当中具体所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在26章1到5节啊 就讲到了以撒 他的日子 所经历到的那个饥荒的情况 这里面告诉我们的 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遭遇饥荒 到了以撒的时候啊 又遭遇饥荒 所以在第一节就提到说 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亚伯拉罕的年纪已经老迈 可是呢 以撒呢 仍旧在全家里 是处在屈于他父亲的 这样的地位 而且在迦南地的饥荒啊 似乎常常有一种 周期性的一个状况 那在第12章里 亚伯拉罕就曾经在出道迦南的时候 就经历到了 现在到了第26章 以撒呢 也经历到了 那么呢 以撒呢 可以说就非常的 着急 惊慌 他就带领全家呀 就下到了基拉尔 那么这个方向呢 其实是于古代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呢 带着全家要去 先是去埃及 第二次呢 他也是在基拉尔 那么这个方向呢 都是一致的 都是往南下 我们会看见 以色人自从到了迦南地以后 他们如果一旦躲避饥荒呢 都是往西南的方向来去 而不是往东北 那东北方呢 就是回到故乡 迦勒迪的乌尔的方向 他们不是 他们都是到西南方向 但是到西南方向呢 也不是神的带领 神依然呢 不 神依然呢 在这里呢 是 对他们予阻止 拦阻他们 在行动上的盲动 那基拉尔这个城市啊 在 以色列的西南边 是介乎在 沙伦平原到 西乃半岛的中间的地带 那么他是 菲利士人古代的 一个一座呀 重镇 也是一座古城 最早呢 在第二十章里啊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是亚伯拉罕呢 和沙拉在索德玛 阿玛拉被回以后 离开 西伯伦呢 到基拉尔的 那时候呢 以色还怀在他母亲 沙拉的腹中 等到八十年之后啊 以色也带着全家呢 到了基拉尔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 看见了 当他惊慌失措 带着全家 下到基拉尔的时候 还有呢 后来他跟他妻子商量 来对人说谎 不明确的告知人 他跟利百家之间的关系 就跟呢 以色的父亲亚伯拉罕 无论是在埃及的举动 和在从前在基拉尔的举动啊 都是一样的 可见人呢 是何等的容易健忘 人呢 是容易父亲 儿子 一代又一代了 要重复一些啊 人性当中的软弱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了 饥荒是出自于神 那么迦南地有饥荒 我们不能说 这个地方就不是神所带领的了 相反的 当迦南地有饥荒呢 这是特别的显明了神 他都只是带领和赏赐 那原由呢 我们应该这样的相信神 那就是 当迦南地有饥荒 就使得人呢 不至于全然的 倚靠 地上的物资 的丰富 也不仅仅呢 是倚靠着神所给的 外在的恩赐 乃是呢 要一直一直的来 倚靠 那赐恩的主 那么我们就 我们在这里呢 刚看到啊 就是 当 以撒一家 往南行 神就指示他们一家呢 可以暂时寄居在呀 吉拉尔 所以在第三节上 那里面当神 拦阻他 可以了 不要再往南走了 再往西南走呢 就是埃及了 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 拦下他 然后呢让他呢 可以在那地居住 在那地居住 然后并且呢 再次的强调了 亚伯拉罕之约 就是应许啊 要赐福于他 所以我们在 第26章呢 就可以看见 神从前跟亚伯拉罕 所立的约 现在呢 神又跟以撒呢 来重申 重申的内容呢 主要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承受土地为业 再有呢 就是子孙众多 然后地上的万国呢 比燕尼 得后裔呢 可以得福 所以呢 在第一段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这样的一个光景 那六节 到底十一节呢 我们就看见了 以撒 重蹈 他父亲的 父侧 那么开始 与自己的妻子 利百家呀 以兄妹相称啊 试图要减轻啊 他们内心的恐惧 从前 在 昨天呢 我们提到过 前天我们提到过 那就是 利百家 他有着惊人的美貌 跟以撒的母亲呢 撒拉是 相同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了 在属灵的人 一进到神 所带领的 另外的一个环境 我们看见 在另外一个环境 那么呢 人呢 就会 有担心 有不安全感 他在那 他们在那里呢 按照第八节呢 是住了许久 那么呢 圣经在 第26章呢 并没有人呢 告诉我们说 并 圣经上并没有 告诉我们说呀 当地人呢 对那个 利百家的美貌 动坏念头 然后以至于 加害 以撒和 利百家 但是呢 道士呢 在他们去了之前 那么我们就看见了 以撒和利百家呢 的不安全感 就已经生发了 就已经决定啊 以兄妹啊 相称 那我们当然呢 我们告诉过大家 按照 按照 亚伯拉罕跟拿赫 是兄弟 然后呢 利百家是拿赫的 孙女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其实 以撒跟利百家呢 并不是兄妹 而是呢 叔叔和 和侄女的 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 但是呢 在圣经时代呢 他允许有这种的 联姻 有这种的结合 所以呢 这里面 人就动了巧机 然后呢 就 就像脱离一样 一些危险 但是呢 亚比米勒呢 却看出了这兄妹 所谓兄妹的破绽 然后呢 进而啊 向全国下了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是 任何人呢 不可以碰 利百家 那当然呢 亚比米勒当 让整个的国民呢 来不可要碰 不要碰利百家的时候呢 并不是出于啊 对以撒 他们夫妇俩的保护 而是呢 他们 他要 他是担心的 自身的安全 我们相信 这个说的 亚比米勒呢 一定跟从前 亚伯拉罕 带着撒拉来的 那个事情啊 是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呢 在这里啊 当看到啊 就是 在第26章第8节 那里面呢 听到说 非利式人的王 亚比米勒啊 从窗户里往外看 见以撒 跟他的妻子 利百家啊 在戏玩 那么在 为什么 亚比米勒会 啊 动策出 发现了 这夫妇两个人呢 其实并不是兄妹 而是夫妻 是发现了 他们两个在戏玩 其实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 所谓的戏玩 呃 并不是两个成人成年人在那开玩笑 在那做游戏 这里戏玩的意思 在圣经的原文呢 是指着 只有在夫妻二人才举行的 呃 一看就可以知道 啊 所以呢 啊 以撒所说的谎啊 啊 就被 破掉了 那啊 于二十章的情况一样 以撒跟他的父亲呢 都说谎 可是呢 在 在 属灵的人不完全的情况下 属灵的人呢 却 在 蒙福的这个方面呢 却震撼着 呃 那些不信的 和周围人的心 所以二十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啊 呃 我们就看到 以撒再怎么生命不完全 可是他毕竟呢 是神所应许 让亚伯兰呢 所生的儿子 所以呢 他 就得蒙神的赐福 虽然他的生命不完全 可是呢 他的生 他的生命呢 他的生活 却一直啊 满有神的恩典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 呃 他竟然呢 特别是在 第二十六章 第十二节那里说 他在那地啊 因为被神许可 可以在那地寄居 寄居 他那一年呢 就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呢 赐福给他 那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是 呃 读 那个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呃 当时的 呃 主耶稣 在讲到 什么样的状况啊 可以得到百倍的收成 就是那 生命 还有新田里啊 是有豪土的 这样的状况 才可以有啊 百倍的收成 那百倍的收成呢 其实已经 呃 到顶了 圣经当中 把百倍的收成呢 呃 指的是 呃 最高级别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丰收 那呃 其实呢 不单单是农业的丰收啊 还有畜牧业 还有牛羊 呃 各个方面的 这样那个 这个财富 所以呢 呃 以撒呢 就在那个地方啊 不单单是得了温饱 而且呢 不单单是 那个成为小康 他还成为呢 大富户 所以呢 十三节到十四节啊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有牛羊群 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那个数目啊 非常众多 当他一有仆人呢 大家就可以回想 呃 回想到 呃 《创世纪》第十八 十四章 还记得亚伯拉恩 为什么能赶到 呃 丹和大马士革那里 把侄子罗德给抢回来 原因就是什么呢 他有三十 三百一十八位啊 家丁 呃 可以动用 所以呢 仆人 仆人多 在古代的时候啊 是家业兴盛的一个象征 那这一切呢 都被雅比米勒啊 看在眼中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啊 你在读啊 《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 你在读《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的时候 你会发觉这里面呢 都出现了啊 雅比米勒 那好多人呢 就开始有点糊涂了 有点受困扰了 说这个雅比米勒怎么能活那么久啊 其实呢 啊 这里的雅比米勒呢 跟亚伯兰的时候的雅比米勒呢 并不是一个人 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个雅比米勒呢 是一个人 是一个 以撒的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个 因为这期间呢 已经隔了好多年了 那在这个时候啊 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雅比米勒 我们怎么该怎么理解呢 啊 其实呢 啊 解经的专家们告诉我们说 雅比米勒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非得是人的名字 而是呢 王的称号 啊 在埃及的王呢 都叫法老 啊 在亚玛利人的王当中呢 所有的王都叫雅甲 啊 等到 啊 罗马帝国的皇帝呢 都叫凯撒 所以呢 非得是人的王的名字呢 啊 王的称号呢 就叫雅比米勒 所以在这里啊 啊 以撒 啊 在雅比米勒面前 眼中啊 他昌大 而且日增月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啊 还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啊 以撒不丹丹 外面非常的 啊 昌盛 其实圣经当中 同时也向我们描述了 啊 而且很简单 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在他被非得是人 嫉妒 妒忌的情况下呢 26章的第15节 就提到说 当他父亲 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因为他父亲 曾经在这地居住过 他父亲的仆人呢 啊 挖过井 可是呢 非得是人全把 那些井啊 啊 给那个 啊 给 埋上土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了啊 啊 16节 还有17节呢 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他就啊 在雅比米勒的要求的情况下 因为雅比米勒 感觉他不安全了 啊 就在 被要求的情况下呢 以撒呢 以撒呢 就离开了 基拉尔啊 他城市的那个中心 就到旁边的 那基拉尔谷 去支搭帐篷 所以呢 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了 啊 以撒的内在生命 在17节 18节 19节 哎 一路下来呢 你会看见了 啊 一直到第25节 这里面就出现 有个细节 那就是以撒呀 啊 挖井 那以撒挖井呢 在第26章当中啊 啊 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 一段记载 那弟兄姐妹 我就要告诉你们呢 啊 在以撒的一生当中 除了在 啊 在摩利亚山上 他的美好的表现 那么另外 他美好的表现的 集中的记载呢 就在 第26章 他挖井的 事情上 那再往后呢 等到他啊 啊 到了27章 他那个年老了 啊 其实那说 所谓的年老 离真正要死 还好多年 但是他已经出现 身体状况不好 眼睛又昏花 以至于他想吃好的 然后呢 让他的儿子 以撒 以扫 去打猎 做美味给他 以至于他可以给 啊 长子祝福 祝福 啊 就出现了 显得负面 不太积极的记载 那是那是后话 因此我们是说 在以撒的一生当中 当描述他的时候 第二十二章的 摩利亚山上的 被献上 和二十六章 出现了 他打井的状况 我们会看见啊 是圣经当中啊 特别 美好的记载 那二十六章的十八节 到第二十五节啊 这里面呢 呃 当提到以撒 挖井 那么呢 以撒是 就显出以撒呀 这个老是芭蕉 的人 他乃是有着 非常宽阔 属灵的 啊 一个胸怀 那么大家 当看到 以撒挖井的时候呢 我就推荐 两节圣经 给你们参照 一节呢 就是诗篇第十八篇 第三十五节 听到说 你的温和使我为大 另外一处呢 是马太福音的 第五章第五节 听到说呀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呢 必承受地土 那弟兄姐妹啊 当以撒退居 基拉尔谷的时候 你就用这两处的经文呢 跟他的生命相对照 你会发觉啊 圣经 啊 惊人的 用 用一些经文呢 来指出 这样属灵人 他内在生命的 啊 那个光芒 还有影响力 当他退到 基拉尔谷的时候呢 他的仆人就挖出 一口活水的井 那现在呢 你知道吗 啊 基拉尔人可不是 仅仅的 啊 只是 把啊 井填上就完了 而是直接跟他 抢 那个井 为什么在呃 在这里会纪念 呃 记载这么呃 冲突性的行为呢 这就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 特别像以色列的很多地方 水源都是呃 人畜的命脉 水源是极其短缺的 所以古代的人 无论是以撒家里面的人 无论是非力士人都知道啊 懂得井的价值 而且呢 我们会看见呢 田井 呃 已经是个挑衅性的行为了 但是呢 争 比田 更加的具备啊 挑衅性 甚至可能会打起来 呃 有他的血腥的 那个争斗的一面 田呢 有的时候近乎于 呃 恶作剧 呃 捣乱 破坏 是暗中进行的 忙了半天呢 得不到好处的 但是争呢 却是公开的 所以双方呢 强悍的牧人呢 为了各自的利益 他们就啊 不断的相争 但是呢 我们会看见 以撒一再一再的退让 哎 你抢走了 那我再瓦 哎 你抢走了 我再瓦 那么圣经呢 特别啊 到了第二十二节 这一段呢 是我特别喜欢的 当以撒呀 又挖了一口井 菲律师人呢 这个时候 再来争 已经觉得无趣了 他们不再为了整 井啊 争静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什么呢 叫利和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宽阔的意思 所以呀 我都建议说 未来 呃 我们当中的姐妹们 呃 弟兄们 如果你们家里 呃 新生了 呃 新生命 呃 又新增人口了 有小孩子了 不妨给他起名啊 呃 叫利和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呃 以撒说呀 呃 耶和华现在 给我宽阔之地 然后我必在这地呢 昌省 那为什么他能宽阔呢 如果他要是跟 呃 基拉尔的牧人相争 他就没有办法宽阔 他一再一再的退让 他就更加的宽阔 哎 所以呢 这就是 呃 中国人所说呀 呃 就是退一步 海阔天空的意思 是神把那个温和的 呃 能够忍耐的生命 放在他里头 所以他的 神的温和呢 就让 呃 以撒呀 可以为大 然后呢 呃 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你看最终啊 地土都为 以撒所夺 呃 虽然以撒不断的被 被撵走 呃 那个呃 要要要寄居 要迁徙 可是呢 呃 他走到哪里 呃 神都能让他呢 能够昌盛 壮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看见呢 这是何等的有意义啊 所以呢 在这方面 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来思想 呃 以撒的忍耐 啊 他真是一个忍耐到底的人 那我们 我们在这里啊 呃 当以撒一再的退让 我们会看见 就是基拉尔啊 再宽阔 呃 之地呢 呃 也事实上不是属灵人久留的地方 所以在第23节呢 就告诉我们 以撒在那里住着住着 又从那里上到哪里呢 就去别士巴了 如果你要是记得别士巴 你就知道这是 这其实呢 是从前呢 呃 亚伯拉罕 跟 呃 亚比米勒 他们呢 呃 来立约的地方 而且呢 别士巴那里呢 亚伯拉罕还曾经 呃 诸过柳树 呃 来特别呢 呃 纪念 呃 他和人所起的事 然后呢 亚伯拉罕非常认真 来守 愚人 所立的这个世约 那么就在 呃 他到了 别士巴的那天晚上呢 那夜里呢 神就向他 呃 来显现 再次的来强调说 呃 不要惧怕 我要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且 呃 要为亚伯拉罕 普人 呃 我 我普人 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争夺 而且呢 以撒于是呢 就在那里筑谈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呢 支搭帐篷 然后呢 他的普人呢 便在那里呢 又挖了一口井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呢 神先是显现 呃 让人来认识他 那么接着呢 人就筑谈 筑谈之后呢 才支搭帐篷 你一支搭帐篷了 呃 神就让你有井 井里就有活食 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 神施恩的次序 神 让人认识他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呃 人 学习感谢 敬拜 赞美他 这是第二步 第四 第三步呢 人才住下来 所以呢 从前呢 在你读到 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亚伯拉罕的次序啊 就是如此 他在哪里 呃 当他住下来之前 住 就是住家 住旅店的住 啊 他这住下来之前呢 他先住 哪个住呢 建住的住 住什么呢 住坛 他先住坛 然后他 他才住下来 这个时候呢 以撒 跟他的父亲 一模一样 也是 在支搭帐篷之前 先为神 祝坛 那么呢 只要你有神的同在了 他的仆人 便在那里 挖到一口井 有了井水 人就可以活下去 所以你看到 这里的奇妙吗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呢 接着呢 在 创世纪的第26章啊 26节往后 26节往后 一直到啊 第32节 这里面就出现了 以撒跟亚比米勒 结盟的情况 那在这里呢 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这个情况啊 跟从前呢 在 在 亚伯拉罕 跟 亚比米勒 之间呢 立约的时候呢 那个情形呢 是相似的 这里面呢 也是提到说 是 亚比米勒呢 主动 来从基拉尔赶到别十八 要与 以撒呢 来缔结 互不侵犯的盟约 这就跟从前呢 跟他父亲的 那个光景 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这点上 你就可以看见 一个有神同在的人 不是走到哪里 他要惧怕人 而是 人 一个 敬畏耶和华的人 走到哪里 人会惧怕 惧怕他 因为他的身上啊 明显的被人看到 满有神的赐福 满有神的恩 所以呢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以撒就掌握主动 第三十节 以撒就为他们呢 设摆宴席 宴席呢 往往是为朋友和 贵客来预备的 所以就看出啊 两方面的这个 这个立约 乃是 非常那个 认真的 非常郑重的 他们双方呢 就坐在一起 轻松的吃喝 然后呢 次日 又那个 又那个 为次日的 彼此起誓呢 营造了非常美好的 这样的气氛 那么等那个 等 以撒呀 以撒的客人 在三十一节那里面说 他们起誓完 他们就走了 平平安安的离开了 结果呢 就在 亚比米勒 他们离开的那一天 结果呢 以撒的仆人来了 将挖井的事情告诉他 然后呢 就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我们得了水了 你知道吗 所以 在二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那里面就提到说 他就给那井叫 士巴 因此那个城的名字呢 叫别士巴 一直呢 到今日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当读到这一处啊 其实我们就 就会看见 他跟第 第二十章的 那个光景呢 是非常非常的相似 非常非常的相似 在第二十章 如果你要是 看 呃 第二十 呃 第二十一章的 哦 对不起 是二十一章的 那 二十二节 到三十二节 你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 也改一下 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 立约的内容呢 是在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的 第二十二节啊 到三十二节 你会发现呢 这里面 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 啊 所立约的地方呢 啊 在别士巴 并且呢 啊 在那里啊 啊 亚伯拉罕呢 在那里为 啊 在那里 啊 是摘了一棵 垂石柳树 那么能摘柳树的地方啊 请记得 通常都是水 比较那个 啊 比较丰富的地方 又在那里求告 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而且特别呢 啊 大家会那个 啊 会 注意到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啊 那里面提到 亚伯拉罕的一个 一个口 一口水井 被亚比米勒的 仆人霸占 哎 然后呢 啊 这里面 二十一章的三十节 就提到说 啊 亚伯拉罕把手中的七只母羊羔给亚比米勒 做他可以挖井的证据 所以二十一章三十一节 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士巴 那个那个别士巴呢 就是蒙约 呃 蒙氏的井 所以等到了第二十六章 这里面呢 以撒又挖井 所以父亲挖井 然后呢 儿子挖井 并且都得了水 那么呢 特别呢 呃 在那个 呃 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还种了一颗垂石柳树 呃 证明了水源的丰富 所以在这里 这样的部分呢 都值得我们很好 很好的思想 有神同在的人 啊 在啊 异地他乡 他所寄居的地方 就有活水涌流 啊 有神的恩像 活水涌流一般 与他同在 那接着呢 呃 那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 呃 一个记载 二十六章的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只用两节圣经啊 就非常那个 呃 简略明了的 来告诉了我们 以扫成立家世的事 那么以扫成立家世啊 呃 一个男子 长大了 成立家世呢 却是一个非常 呃 应该的事 可是呢 我们 在以扫的身上呢 看到这个人呢 一直都是 擅自 做主张 呃 我们呢 呃 看见他没有啊 呃 遵守 像二十四章第三节当中 呃 他的祖父 也就是亚伯拉罕 曾经要啊 呃 自己的儿子以撒 是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的 这个遗训 而且呢 我们会看见呢 当时的那个 也也 以扫呢 不单单娶了 而且还娶了两个 娶了两个 那么这两个 在家庭当中 所引发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这是非常可怕的 圣经里面记载说 呃 以撒和利百加 连活着的意愿呢 呃 都没有了 也就是 非常非常的 丑反 呃 公共和婆婆 跟儿媳妇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其实并不是仅仅在中国才会有的 在国外 尤其在圣经里 就这么早的记载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 更为深刻的 是在告诫我们什么呢 就是在 以扫的身上啊 他不是一个敬畏 耶和华神的人 他既不听 啊 父亲的训诡 并且也离弃啊 母亲的法则 他没有戴在头上 为华冠 也没有戴在 井上 为金链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 真言书的第一章 八节九节 那以扫是一个自己想娶 就娶过来的人 所以在以扫的一生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呢 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我们就 我们就看见了 以撒和利百家那么 那么的 那么的属灵啊 尽管有缺点 但毕竟是属灵人 为什么生下的孩子 两个是那么的不同呢 哎 我们就看到呢 其实这里面就埋下了伏笔 就告诉了我们 以扫 因着善自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已经 从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偏离 那么一步一步啊 离神的旨意和计划呢 就越来越远 那么这里面都埋下了伏笔 就告诉我们 后来 雅各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 那么这里面也明确的告诉我们 圣经当中神 关于神儿女 婚姻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基本态度 所以这里这里呢 说起来 讲的内容好像是非常的 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他属灵的深意 却非常的深刻 所以请大家呢 好好地留意 以扫是怎样的 任意妄为的 那么等到再往后呢 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来分析他 让我们看到 以扫 他的自我 然后呢 是何等的强大 然后他在家里面 是何等的藐视 父亲 还有母亲的 主权和管束 所以在这里呢 就月神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 愉快的一个周末 今天的26章的内容呢 记得不是那么的复杂 但是呢 其实以扫挖井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值得深入 好好思想的一段经文的记载 大家在记笔记的时候 特别注意 就是我一旦讲到亚伯拉罕 我误讲了 应该是21章 我把它做成20章了 那么你们呢 都记着把它改过来 其实呢 26章非常的好看 我是特别的喜欢 以扫挖井的那一段的 只是为了大家的缘故呢 我就不讲的太多 等到时候呢 大家如果有问题 有回馈 我们再深入的来 来彼此分享 非常的喜欢 这样的跟大家一起学习 明天礼拜天了 大家可以暂时休息一天 那个不记笔记 到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再见 月神赐福大家 爱你们 是的 sap OK 优优独立 优独立 优独立